失踪了20年的亲妹妹回家了 哥哥们却一个个像是疯了一样 他们无法接受一直朝夕相处的妹妹是个冒牌货 然而身为亲妹妹的佩里安对此心理却没有一丝波澜 因为在他心里这一帮人是害他堕入地狱的罪魁祸首 艾克赛公爵家是东帝国最生世显赫的家族 这个看似没有任何缺陷的世家其实有一个隐藏的秘密 在十几年以前公爵由于怀疑小宫女的身世 便亲自将她赶了出去 可后来公爵却又后悔了 发动一切力量打探公爵的踪迹 可最终所有结果都指向了小宫女的死亡 在那以后过了十年一个女孩突然来到公爵家 声称自己就是小时候被丢弃的艾克赛公爵家 哪怕一点重重 艾克赛公爵家所有人还是接纳了她 并为过去犯下的错误向她道歉 之后假宫女一方面仗着身份开始奢侈享乐 另一方面又对周围人乐善好施 一时间宫女成了人人艳羡的对象 但很快宫女的谎言便遭到了拆穿 而始作俑者便是落泽王国派来的间谍 同时也是艾克赛公爵的真千金佩里安 在二十多年前夫妻情色和名的艾克赛公爵家 迎来了第三个孩子 对已经有了两个男孩的公爵家来说 宫女的到来对所有人都是件好消息 可公爵府内却并没有传来庆祝的声音 因为宫女的头发既不是公爵那样五彩斑斓的黑色 也不是公爵夫人那样绚烂的金色 而是平平无奇的褐色 身为东帝国的守护者 艾克赛公爵家继承了龙的血脉 家族内有两个能象征着特殊血脉的元素 第一便是锐气 自初生起艾克赛家的人就能自由操控锐气 第二便是发色 凡是艾克赛家的直系血清 一定拥有着一头仿佛被夜空浸染的黑发 但小宫女却是褐色的头发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公爵夫人出轨这个结论 可公爵接下来的举动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他不仅当众宣称公女就是自己的女儿 也相信了那个即便生出褐色头发 依旧理智气壮的妻子 这是妻子女儿如命的态度 使得想追究公爵夫人的家臣们都沉默了 就这样小宫女在家人们的宠爱下渐渐长大 然而某天公爵夫人带小宫女在返乡的途中遇害了 为了调查真相 东帝国与西帝国展开了共同搜查 仍旧一无所获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小宫女在袭击中奇迹般活了下来 在公爵看到小宫女毫发无伤后 她一下就明白了妻子是为了保护女儿甘愿赴死 可当时年仅三岁的小宫女并不知道公爵的心情 再加上公爵府上下慌乱无人照顾小宫女 年幼的女孩只好一个人在院子里思念母亲 而在那一刻 小宫女第一次发现自己拥有能够控制泥土的异脑 可这与锐气截然相反的魔法成了她被赶出去的决定性因素 但小宫女并不知道 她运用能力做了一个和母亲很像的玩偶 而后迫不及待地想拿给同样思念母亲的公爵看 很不凑巧当时恰好有一个自称是她亲生父亲的人前来拜访 宫女会使用魔法的事实就这样暴露 为了掩盖家族耻辱 公爵当场将女孩交给了那个男人 随后小宫女长达数年的地域生活便开始了 她被人关进一座专门研究魔物的塔里 起初小宫女还以为是自己犯了错 因为她把漂亮的妈妈做得太丑 所以害爸爸生气了 为了重获父亲的爱 小宫女做了无数个家人的玩偶 可依旧摆脱不了这痛苦的生活 终于在某天有人闯入了这里 可映入眼帘的既不是爸爸也不是哥哥 而是落泽神圣王国的皇帝莫茫 那是她与陛下的第一次见面 直至今日女孩仍清楚记得那个瞬间 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援手 从那刻起女孩下定决心要为陛下而活 后来熟知女孩身份的莫茫将她培养成了间谍 并命令她潜入爱克塞公爵家 揭露假宫女的真实身份 破坏她与西帝国的联姻 此时佩里安还在纠结如何妥善地潜入爱克塞公爵府 破坏东西帝国联姻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因为嫁于两大帝国中间的圣王国处于非常干大的位置 佩里安一边吃着鸡蛋饼一边沉思 突然她一个亮枪摔倒在了地上 鸡蛋饼里被下了蒙汗药 随后几人将她眼睛蒙住送上了马车 但其实女孩压根没有昏倒 她的魔法能过滤掉体内的毒素 任何剧毒都对她没有作用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女孩还是假装昏睡 等到眼罩被摘下后 来人让女孩瞬间瞪大了双眼 对方竟是艾克塞公爵家的前任公爵 也是害她坠入地狱的罪魁祸首 哪怕如今让出了公爵爵位 父亲莱瑟目前依旧是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是个武学精湛到能让容貌保持年轻的怪物 可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绑架自己 难道是他察觉自己要侵入公爵府阻止假宫女的婚事 就在女孩思索时莱瑟率先开口 他以家族名誉启示自己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女孩 随后又念出了女孩如今的身份信息 为了这一刻他提前做了调查 这让佩里安更不理解对方亲自来圣国的目的 接下来女孩便听到了一个可笑的答案 对方竟只是想给他那宝贝女儿找个侍女 专程来圣国选人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遭到其他人的算计猜疑 另一方面是女孩的长相与他的女儿极其相似 莱瑟希望佩里安能充当他女儿的影子替身 顾名思义就是在真身受到危险时有影子代替送死 佩里安听后人都傻了 这傻子公爵竟打算让真女儿当假女儿的替身 不过很快他也思考起了这个方案 或许这恰好是他潜入公爵府的最佳办法 想到这里女孩愈发觉得以前的自己很可怜 在绝望中一心期待与父亲见面 可到头来对方连任都认不出自己 佩里安长舒一口气 这的确是件诱人的差事 不过我有没有选择的权利 莱瑟文言露出阴险的笑容 她需要的是能自觉为宫女做事的姑娘 强制安排反倒在关键时刻很难发挥作用 如果姑娘拒绝我的提议 那就喝下这杯茶结束我们的谈话 里面加了些抗精神药物 会让你失去前五个小时的记忆 当然这只是为了保密没有任何危险 对这个说辞女孩当然不信 否则也不用费心思绑架自己 公爵为了保护现在的女儿 今天谈话自然不能够泄露出去 但他们费尽巴拉地用这种办法 就是想等自己失去记忆后再重新提议 直到自己自愿同意为止 想到这里女孩微微一笑 公爵竟然会亲自跟别人协商这种事 想必是非常爱您的女儿 文言公爵眼神突然冷冽起来 我对她的爱无法用理言形容 只要是为了她 哪怕让我成为败类也在所不惜 后来女孩也是成功自愿接受了提议 就在她准备出发收拾行李的时候 一个金发男子气冲冲地找上了她 明明女孩才是真正的公女 可公爵却在她年幼时亲手将她抛弃 又在十年后 将一个冒牌货当成亲生女儿悉心照料 在这期间小公女受尽了苦难 最终被圣国皇帝所就培养成了间谍 如今女孩的任务便是前往爱克赛公爵府 揭露假公女的身份 破坏她与西帝国的联姻 谁知这时女孩的亲生父亲突然将她绑架 并委托女孩当她那家女儿的影子替身 就在女孩收拾行李准备前往爱克赛公爵府时 一个金发男怒气冲冲地找上了她 男人名叫梅洛是圣国唯一的继承人 也是从小和女孩一起长大 比亲哥哥还亲的哥哥 女孩很理解梅洛担心自己的心情 毕竟一直以来她都不想和爱克赛扯上关系 如今却又接了这个任务 看到梅洛的表情女孩扑斥一下笑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起初她与梅洛的关系并不要好 刚来圣国时 梅洛强烈反对女孩留在这里生活 因为圣国被东西两大帝国包围很难维系主权 如果在那种情况下被发现 爱克赛家的宫女被圣国偷偷带走 那这必将成为帝国向圣国宣战的理由 尽管梅洛只是想要吓唬吓唬女孩 但对当时不安适适的小宫女来说却是巨大的冲击 一想到自己会让恩人的国家陷入灾难 小宫女被吓得呼吸都有些困难 最后更是昏倒了过去 等她迷迷糊糊醒来 耳边传来了莫莽陛下教训梅洛的声音 等到梅洛离开后 小宫女局促不安地从床上爬起 为什么要带我回来 如果我的存在会给陛下带来麻烦 那您干脆重新把我送回塔里吧 裹挟着委屈和不安的泪水从眼眶中喷涌而出 莫莽见状叹了口气 你的确不能再用真名继续生活了 但你的人生不会因此变得虚假 这世上有必须要伪装成他人的职业 也有躲在暗处保卫国家的职业 我们圣国就是靠这些人的力量才能够运转 既然这样我也能够帮陛下的忙吗 莫莽听后轻笑一声 难道我带你回来是为了获得你的帮助吗 我只是因为不忍心无视一个孩子遭受虐待而已 就你是我自己的选择 所以你完全没有任何责任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只需要茁壮成长就足够了 隔天梅洛找到女孩向她道歉 但女孩却抢先一步询问对方 躲在暗处保卫国家的人是什么样的 梅洛一时间有些猛了 或许是指情报部的人吧 从那刻起女孩的人生有了目标 哪怕未来要一直背负假身份活着 她也要帮助让她重获新生的陛下 眼看女孩张口闭口就是圣国的利益 梅洛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劝不动她 可她毕竟是去见曾经的家人 哪怕此时再怎么装作无所谓的态度 心里也不可能会没有一丝动摇 不过或许这也是她亲手做个了结的时候 于是梅洛叫住了女孩 她有一个追加的命令 这次任务务必要让艾克赛公绝佳颜面尽失 女孩心想一定是梅洛相信自己才会追加命令 毕竟她是圣国最有实力的间谍 等莱瑟意识到 自己历经几年找回来捧在手心里的女儿是冒牌货 这样对方一定会很难再有找回女儿的念头了吧 几天后女孩坐上了前往东帝国的火车 对于这次的任务她充满了信心 她的土系魔法恰好适合做谍报工作 当初还在塔里的时候 女孩就能从泥土中汲取营养 而因为孤单和自责 她又不停歇地做了许多泥土玩偶 最后甚至做出了栩栩如生拥有皮肤质感的甲人 除此以外女孩还觉醒了另一个能力 由于女孩非常渴望塔外的生活 所以她就捏了些泥团扔了出去 结果发现自己的听觉与视觉能与泥土相连 后来女孩便做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甲人 她能够帮忙分担自己的痛苦 难受的时候女孩就躲进甲人的身体 好奇的时候送泥土出去仰望天空 孤单的时候和泥土坐的家人们在一起 此时列车已经到站 女孩再次回到了既深处熟悉又陌生的公爵府 公爵府的侍女很快出来迎接 正好女孩也有些想休息了 倒不是说路上很累 相反她受到了蓝色周全的招待 但因为她这与宫女如出一辙的长相 免不了遭受人们小声的议论 随后女孩来到了会议室 一名穿着得体的贵族小姐走了进来 这人名叫露西安 是伊斯特贝尔家的二女儿 从出生起就被选择成了宫女的侍女 女孩心想如果自己一直在公爵府长大 露西安或许会是自己的朋友 这时露西安突然提醒女孩 姑娘在莱里昂公子面前尤其要注意行为举止 宫女现在应该和莱里昂公子在一起 那是女孩曾经的大哥 可她却觉得有些奇怪 这里可是连称呼都需要注意的艾克塞家族 为什么莱里昂在这个时间还会进出妹妹的房间 女孩让自己别胡思乱想先做好心理准备 在艾克塞公爵家寻找宫女的四年里 无数小姐幻想一招成为宫女的美梦被打破 但这位假宫女却通过了调查 还在公爵府足足生活了一年 这已经不是单纯脑子好就能做到的了 至少假宫女本人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然而在看到人畜无害笑脸盈盈的宫女的那一刻 女孩才发现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不仅如此 哥哥莱里昂竟然真的时刻陪伴在宫女的左右 可就算再怎么疼爱妹妹 为什么会给妹妹擦头发 宫女应该有专门的仆人服侍才对 一想到自己不在 这两个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女孩就觉得一阵别扭 这简直跟谈恋爱没什么两样 失踪了二十年的真宫女回家了 可令女孩没想到的是 那个冒充她身份的冒牌活 竟然当众和亲哥哥玩起了骨科 不久前女孩刚刚来到公爵府入职 谁知假宫女一直在和哥哥眉来眼去 而哥哥更是连看都不看自己的亲妹妹一眼 终于假宫女将目光看向了女孩 你叫做什么名字 女孩毕恭毕敬地说出了 陛下为自己准备的假名佩礼 文言假宫女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这名字跟我的也太像了 我还是重新给你换个名字吧 既然你的头发是褐色的 那干脆就叫你不劳恩好了 虽然心里无语 但女孩还是硬了下来 她刚想问问关于以后工作的事情 假宫女突然打断命令她出去 原以为是对方不明白 自己来当侍女的目的 但假宫女却表示她早就知道了 只是她不需要 首先她的身边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就算真有危险 这里也有哥哥和骑士们在 至于父亲那边 我会说清楚你不用担心 既然这样应该没什么其他的事了吧 那就请你出去吧 等女孩离开房间后 假宫女回忆着女孩的那张面孔 渐渐收敛了笑容 她之所以能假扮宫女 就是因为有一头与宫女 如出一折的褐色头发 以及如宝石般闪耀的紫色瞳孔 可为了得到这些 她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所以她绝不容许 另一个与宫女相像的女人出现在这 随即假宫女又患上那副 楚楚可怜的表情询问莱里昂 刚刚那个人跟我长得像吗 听到莱里昂说的确很像 假宫女故作伤心地撇了撇嘴 莱里昂见状赶忙表示 不会让那个侍女靠近你 或者干脆毁了她的容 假宫女这才露出笑脸 那毕竟是父亲找来的替身 不过能听到哥哥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莱里昂摸着假宫女的头发 让她不要多想 那侍女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假宫女悬着的心才刚放下 紧接着莱里昂的下一句话 又让她面色一变 小时候你用过的那个魔法 你还会用吗 片刻迟疑过后 假宫女找借口说 因为受了打击已经忘了 哥哥是到如今怎么还问这些 见妹妹生气莱里昂马上道歉 突如其来的询问 让假宫女再度紧张起来 她根本不会魔法 也没能力模仿 但她很快劝说自己冷静 毕竟现在不会有人 怀疑她宫女的身份 就连莱里昂也要看 她的脸色乖乖道歉 殊不知在她身后 莱里昂的面色墨地阴沉下来 与此同时女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其实她提前预料到 对方会给自己下马威 假宫女故意不给她安排工作 以及刻意跟莱里昂撒娇 这些举动无疑不是在炫耀她的地位 仅凭一张脸就占据了宫女之位 对方肯定不放心 家里有个和自己很像的女孩 照这样看 假宫女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开朗 不过女孩并不在意 以她的能力没有调查不到的情报 不管是鞋底上或是花盆中的泥土 凡是泥土 她都能对其产生影响力 这样一来 假宫女牵制自己的行为 反倒给了女孩充分调查的时间 晚上一个白发男子 来到了曾经囚禁女孩的塔里 她的名字叫潘德尔尼安 是艾克赛公爵收养的养子 同时也是艾克赛家族这一代的公爵 但她对待公女的态度 却与其他嫡系截然相反 当她第一次与假公女见面的时候 潘德尔尼安便表现得极其厌恶 甚至指责佩里安公女的长相让人恶心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莱里昂的不满 公爵府内的气氛也开始变得如履薄冰 然而对于潘德尔尼安来说 佩里安公女其实是很特别的存在 因为艾克赛公爵领养她目的 就是让她成为公女的丈夫 当时艾克赛公爵为了能将 不是艾克赛血脉的公女带回家 想到了收养养子 而后让公女变成儿媳妇的办法 最终潘德尔尼安经过一轮又一轮竞争 被公爵选中 那时的她为了逃脱拼命地 往塔的方向跑去 她想看看这个艾克赛家 所有人思念的公女 这个能将她带离地狱的唯一存在 她以为只要被公女看中 自己所有的付出也算是有了结果 然而她却亲眼目睹了公女的死亡 因此潘德尔尼安非常确信 家里的公女是个冒牌活 在贾公女来到公爵府一年后 家里虽然表面和睦 但所有嫡系的血统都开始变得奇怪 手握权力号令天下的前代公爵莱瑟 在听到贾公女说害怕自己以后 匆匆忙忙从公爵府离开宣布退役 而遵循权威与纪律的长子莱里昂 为了得到公女的撒娇开始打破常规 拥有高洁品格的次子佩诺克斯 自公女出现后每天酗酒到神志不清 如今潘德尔尼安再次回到了 这座囚禁真公女的塔里 这时她注意到 铁门的下面布满了用指甲刮出的痕迹 真正的佩里安当时 一定就是在这里绝望地哭泣 她很想为公女做些什么 可以想到现在这个荒诞诡异的公爵府 她却又觉得庆幸 就算回家公女也不会获得幸福 自从见证公女的死后 潘德尔尼安就像是 失去主人的娃娃丧失了活下去的意义 但她还是时不时会幻想 如果公女还活着 这一切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公爵亲手将女儿抛弃 可转眼又觉得后悔 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女儿的踪迹 最终却只得到了小公女的死讯 十年后一个女孩来到了公爵府 艾克赛加所有人都将她是做事失踪的小公女 为了保护失而复得的女儿 莱瑟公爵不远万里来到圣国 找了一个影子替身 然而她却不知道 这个被当作牺牲品的替身 才是她当年丢弃的女儿 如今女孩以侍女的身份 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公爵府 因为假公女排斥自己 府里所有人都有意地去忽视女孩 但女孩以身作则 不拒绝麻烦式的工作态度 还是让她得到了府里其他下人的认可 可就在女孩感觉一切都往好方向发展的时候 一群流氓骑士却盯上了她 他们看到身为专属侍女的女孩 在做这些杂活 便断定女孩并不讨公女的喜欢 几个人吊而郎当地表示 要将女孩轻松拿下 殊不知他们的密谋 一字不落地传进了女孩的耳中 一个绿毛走上前和女孩打了个招呼 并主动帮她分担工作 女孩没有揭穿她虚伪的面具 随意应付着绿毛的搭讪 等绿毛把活干完后 她邀请女孩找个时间 一起喝一杯聊聊天 知晓对方真面目的女孩当即表示拒绝 绿毛文言顿时就没了耐心 区区一个侍女也敢拒绝我的招待 你该不会把自己当成尊贵大小姐了吧 女孩只是平静地盯着她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试探出了本性 就在这时另外两个骑士也走了过来 从他们有说有笑的态度中看出 这帮人并不把女孩放在眼里 可就算她现在只能做些杂活 再怎么样名义上也算是宫女的专属侍女 这些人敢动手打自己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 突然绿毛脸上的嚣张转变为了惊恐 佩诺克斯大人您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这话女孩浑身一颤 她赶紧扭头看去 那股阴郁颓废的气质显然是佩诺克斯没错 可她竟然完全没察觉到动静 不光是声响就连浓重的酒精味她也没有发现 女孩愣神的期间 佩诺克斯命几个骑士退下 听她这说话的声音 女孩分辨不出对方是喝醉还是清醒 她也没预料到自己会在这见到二哥 女孩为刚才的事向佩诺克斯道谢 可对方却像是没听见死死盯着女孩 你长得跟我妹妹很像 女孩心想应该是说她很像假公女便硬了下来 经常有人这么说没错 不过你找我有什么事 没等女孩说完佩诺克斯就地坐了下来 行了你继续去忙自己的事吧 虽然对方的行为很让人莫名其妙 但女孩也没太放在心上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佩诺克斯一直注视着女孩离去的背影 好像是想接她的样貌思念遥远的某人 之后女孩总是在工作的时候看到佩诺克斯的身影 起初她还以为是巧合 可最近这家伙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让女孩想骂人 换做其他人女孩就不会这么在意 因为虽然女孩一直像侍女一样干着杂活 但暗地里她依靠泥土娃娃搜集了很多情报 凡是泥土娃娃看到的事情都会传达给女孩 不仅如此 她们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也会向女孩汇报 大到其他女仆被地里取取她的事 小到亲眼目睹文字在空中交配的事情 但泥土娃娃毕竟是用魔法制作而成 很容易被佩诺克斯这样实力强大的人发现 所以被这种人跟踪女孩的能力会受到限制 这天女孩终于忍无可人打算和佩诺克斯摊牌了 佩诺克斯小心翼翼地在女孩身边坐下 佩诺克斯先生 你是因为我长得像你妹妹才跟着我的吧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去见宫女 哥哥去看妹妹有什么问题 文言佩诺克斯心里顿时燃起一股怒火 但凡有点良心就不会去看待女人一眼 不是吗 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是疯子 当爹的亲手把女儿抛弃 却又将来历不明的冒牌货当成亲女儿悉心照料 自从假宫女来到公爵府 艾克塞加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公爵舍弃爵位宣布退役 大哥对假宫女表现出了超出兄妹的等级 而二哥则因为思念妹妹日日酗酒消愁 女孩不免有些疑惑 既然想见妹妹为何不亲自去找宫女 对此佩诺克斯只说但凡有良心就不会去看 之后佩诺克斯就没再回答女孩的任何问题 结束对话女孩回到了府邸 突然一个女生找到了她 女孩没料到自己竟然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看对方那头粉色头发和瞳孔 根据调查女孩猜测对方是艾尔贝利 在这个东帝国女性只能当侍女的国家 艾尔贝利不仅凭借建树成为了宫女的侍女 还爬上了骑士团管理副官的位置 一般情况侍女都是像路西安那样从其他家族中选拔 但也有完全依靠能力的特例 艾尔贝利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这样优秀的人找自己有什么事情 你是艾尔贝利小姐吗 听到女孩认识自己 艾尔贝利激动得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一会夸奖女孩的皮肤好 一会又说大家都是侍女应该用平背称呼 最后又邀请女孩今天和她一起出去玩 女孩没想到竟然是那么一件小事 原本还以为对方是宫女 亲信会排斥自己 女孩没有犹豫答应了下来 顺便她想看看对方想耍什么花招 一路上女孩与艾尔贝利聊了许多 从交谈中发现这孩子比想象中的还要单纯 女孩心想或许是艾尔贝利喜欢宫女 而自己又恰好与宫女样貌相像的原因 但从对艾尔贝利的调查来看 她不应该对宫女抱有善意才对 因为正是宫女才害她得到这么一个闲职 后来与艾尔贝利相处了一段时间 女孩也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隐瞒 所以她便对艾尔贝利放下了猜忌 反正完成任务她就会离开公爵府 只要对方不妨碍自己就行了 这天在与艾尔贝利一起用餐的时候 由于艾尔贝利担心女孩每天干那么多重活会累倒 女孩骄傲地讲起了曾经歧视学院的英勇事迹 虽然大部分的履历都是伪造的 但她还是将自己真实经历告诉了对方 这一世的小宫女注定了要戴着别人的面具生活 她曾经有过无数的身份 后来可能是陛下看她可怜 便要求女孩在学院中用自己的脸以及佩里这个名字 也正因如此她会被父亲发现抓来当侍女 这时艾尔贝利提议女孩去找佩诺克斯学习剑术 毕竟之前上过骑士课程 得到佩诺克斯的指导以后阅历会更丰富 一提到佩诺克斯女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总之只要她在我就会觉得很有压力 怎料话音刚落女孩就看到了佩诺克斯出现在自己面前 之后佩诺克斯一遍又一遍向女孩解释 那天她只是恰好找艾尔贝利有事 对她这种不要脸的态度女孩都无语吗 正常稍微有点自尊心的人都应该远远躲着自己才对 可佩诺克斯反倒比之前还要明目张胆 搞得福里其他下人每次看到她都是一脸慌张 虽然这不是女孩的错 但她还是请求下次安排一个周围没有人的工作给她 少了一惊一乍的惊呼声女孩顿时放松了许多 而在她工作的期间 佩诺克斯望着女孩的背影独自喃喃佩里安小时候的事情 内容基本大差不差都是说小时候的佩里安多么可爱乖巧 就算她抢走了佩里安的冰淇淋 可下次她还是会把嘴里的零食分享给自己 女孩心里感到一丝意外 二哥竟然记得这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情 不过是到如今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忙完工作女孩摊倒在了床上 对公爵辅她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现在该思考怎样揭穿冒牌货了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直接展示自己的泥土魔法 可那样以后自己就没办法轻易回到圣国了 而且她要对付的人不单单是假宫女艺人 还有藏匿在暗处帮助她的势力 女孩索性发动魔法 正好利用泥土娃娃观察一下宫女的房间 然而眼前的一幕让女孩浑身一颤 假宫女竟在用手不停戳自己的眼珠子 甚至不惜弄出鲜血 仔细一看梳妆台上有一个打开的化妆品 明明已经那么痛苦还坚持要磨 那应该是模仿宫女不可或缺的东西 女孩当即猜测那是能够改变瞳孔颜色的道具 在这个世界紫色瞳孔并没有那么容易得到遗传 只有剑术或者魔法达到一定境界的女人 才有概率生出紫色瞳孔的孩子 想到这里女孩有了主意 只要让大家知道宫女的同色是假的就行了 如果运气好还能揭穿提供给假宫女道具的幕后主使 这根本是一尸二鸟的好办法 然而第二天女孩又被佩诺克斯给缠上了 这次她开始炫耀小时候佩里安总喜欢损息她的手指 为此还特意涂了很苦的果汁捉弄她 结果竟发现佩里意外的很能吃苦 女孩听后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你那么喜欢佩里安宫女吗 既然那么喜欢她天天都要跟我炫耀 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宫女 佩诺克斯文言沉默了片刻 而后阴沉着脸向女孩抱怨 父亲和大哥怎么会那么的虚伪 明明是他们先抛弃的 现在却又装作一副亲密的样子 女孩听到这番话顿时响起 佩诺克斯对她讲述的一直都是她被赶走以前的事 哪怕如今假宫女已经深受整个大陆的爱白 她也从没有炫耀过半句 不过她应该并不知道宫女是冒牌虎 否则以她这脾气早就教训对方了 只是佩诺克斯的记忆停留在了那段家人和睦的时光 她埋藏了中间那段的痛苦 假装正常地活到了现在 如果现在自己揭穿宫女的身份 那佩诺克斯可能会因此崩溃 就在女孩沉思之际 佩诺克斯突然问起了她的名字 虽然无奈对方直到现在才问 但女孩还是将布劳恩这名字告诉了她 这样或许就不会再把自己当成是她妹妹的替身了 女孩正要起身离开 佩诺克斯又叫住了她 如果你是佩里的话你会怎么样 家人们亲手把你抛弃 却还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女孩刚要说话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打断了两人 她是蓝宝石器士团的团长赫里克 莱里昂大公邀请两位一起共进晚餐 到了晚宴的时候 莱里昂一上来就为弟弟今日的跟踪行为向女孩道歉 女孩虽然接受了道歉 但心里一直抱着警惕 那天莱里昂明明一直在无视她 为什么突然又邀请自己一起用餐 就连假宫女都不在 难道说真的只是为了佩诺克斯的事情 不过看这兄弟两人关系意外的很好 回想起佩诺克斯当时的话 女孩子吵一笑 再怎么样终究还是一家人 与此同时 假宫女听说了莱里昂宴请女孩的事 她不敢相信哥哥竟然没有带上自己 而且就连佩诺克斯也在 听说最近她连酒也喝得少了 难道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有我在还不够吗 宫女虽然嘴上说着没事强颜欢笑 但实际已经对这个和自己一样面孔的侍女起了杀心 就因为女孩和哥哥们一起吃了个饭 绿茶假宫女极度的都要疯了 二话没说就把女孩打了一顿 然而女孩却并没有觉得恼目 因为她已经找到了处置假宫女的办法 眼下刚刚得知事情的假宫女满脸震惊 哥哥们怎么可能会故意避开自己 但很快她又劝自己冷静 陈下心专注扮演好宫女的角色 比起布劳恩还有更要紧的事情 她的未婚夫辉泰英即将来到公爵府 这桩婚事就连假宫女都没想到能吵 温德姆家族是西帝国与艾克塞并驾齐驱的名门望族 而辉泰英便是继承了温德姆家的男人 两个家族在六年前关系差到随时可能会发生战争 这个案里说根本不可能会握手言和的局面 却因假宫女的到来被打破了 这导致假宫女自命不凡 以为她就是及所有人祝福与敬畏于一身的人 然而眼下她需要先解决掉布劳恩 以防对方趁机让灰泰英起了别的心思 就在这时假宫女的瞳孔传来一阵刺痛 宛若手指甲刮眼珠的痛感让她浑身止不住的发动 明明是她基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导致 可假宫女却把责任都归咎到布劳恩的身上 都是她才害哥哥们疏远自己 她决意要狠狠地将布劳恩踩在脚下 与此同时餐厅内 佩诺克斯看到莱里昂对布劳恩的态度很是新奇 她还是头一次见大哥用小姐称呼一个婢女 莱里昂解释因为布劳恩是佩里的侍女 文言佩诺克斯微微一正 看她这副表情女孩明白她对替身毫不知情 毕竟佩诺克斯一身正气 如果她要是知道这是一定会反对 此时佩诺克斯也大致梳理清楚了情况 佩里一定是讨厌布劳恩才故意疏远她的吧 既然这样大哥更不能对她百依百顺 应该在背后帮忙调解才对 随即莱里昂向女孩道歉 等父亲回来后她会如实汇报 女孩尴尬地印下 之前把自己当透明人 现在在这装什么假温性 接着莱里昂又打聚起了佩诺克斯 明明在佩里面前表现得那么冷淡 可是在布劳恩小姐身边又那么放松 佩诺克斯也觉得自己很可笑 抓着一个和妹妹长得很像的人诉说回忆 但她只记得那段快乐的时光 如果是到如今再去疼爱佩里 这样的做法就像是刻意忽视了 她那段时间的痛苦回忆 莱里昂安慰佩诺克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爱护她 只要一直对她好 那些缺失的东西总会慢慢弥补回来 一说到宫女 眼前的两人就彻底忽视了女孩 他们情真意切的态度 却让布劳恩觉得如此凄凉 明明真正的妹妹就在他们眼前 明明这才是他们三兄妹 重逢后的第一次晚餐 女孩在心里自我安慰 反正不久后她就会离开了 吃完饭后女孩如是重负地回到房间 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泥土娃娃的情况 前不久她趁所有人吃饭的间隙 悄悄派泥土娃娃带了点假宫女的化妆品回来 女孩凑近仔细闻了闻 没成想近从中嗅到了魔物的气息 这种用魔物血肉制成的副产品 在赋予使用者强大力量的同时 还有着使人变得残忍暴虐的副作用 可这类物品的加工和流通早已明令禁止 宫女背后的人肯定没那么简单 随即女孩再次窥探起了宫女的房间 果真看到假宫女受副作用 影响疼得痛不欲生的画面 只见她拿起通讯球 下令召集所有侍女将布劳恩带到她的面前 虽然不知道对方找自己有什么事 但女孩还是决定先配合一下眼珠 她摊坐在宫女的面前 装作茫然的模样询问宫女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然而不等她说完 假宫女却是恶狠狠地抬起右手 一巴掌打的女孩摔倒在地 就连女孩自己都没想到这个结果 当着这么多侍女的面衫自己耳光 难道就不怕被人落下个蛮横不讲理的口实吗 就凭你也想用这张脸基于我的位置 假宫女扔下的这些纸上记载着女孩的全部资料 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差点因为使用暴力被退学 除学院毕业证以外你一无所有 区区一个社会蛀虫 还敢用这张脸去诱惑哥哥们 就因为你随随便便到处走 公爵府上上下下被你搞得乱七八糟 女孩心想这人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 不过眼下还是老老实实道歉为好 随后假宫女表示会再给女孩一个机会 以后每天务必都要过来让我看看你的样子 女孩洋装害怕赶紧答应 眼看目的已经达到 假宫女又换上了那副和蔼可亲的面孔 回房间后女孩仍旧琢磨不透假宫女的目的 难道把侍女召集起来就是让他们看自己出丑 不过刚才的时候 埃尔贝利的表情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知道被宫女这样排斥后 对方还会不会跟自己亲近 就在这世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刚打开房门 埃尔贝利就冲进来把女孩抱进了怀里 而且不光是她就连路西安也来了 路西安拿着药膏帮女孩治疗 这样的行为引起了女孩的担忧 他们两人明知道宫女讨厌自己 却还跑来给自己疗伤 这样真的没关系吗 两人对视一眼后路西安做出解释 其实宫女每个月左右都会发一次神经 但她平时对我们又真的很亲切 或许是她幼时过得太痛苦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将压抑的恨发泄出来 女孩心里感慨假宫女人设立的不错 这根本就是魔物力量导致的副作用罢了 无论我们怎么辩解 遭受侮辱的布劳恩小姐肯定很委屈 但还是跟你说声对不起 身为宫女的侍女 我很羞愧没办法指证宫女的错误 我知道这件事不是靠道歉就能解决的 也知道替宫女请求原谅是很可耻的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理解宫女 等路西安走后 女孩坐在床上反复思考路西安说过的话 明明已经见识了宫女的刁蛮任性 却还是为了她向自己这么微不足道的人道歉 埃尔贝利这样担心自己 在面对宫女的时候却什么话也没有说 女孩深刻感受到了假宫女有多受人爱戴 曾经她也幻想过这样的情景 但如今这种留恋早已成为过去 哪怕伤害过自己的人丝毫没有反省 她的心里也不会产生什么波澜 眼下女孩不是想要公报私仇 只是单纯完成任务而已 毕竟宫女使用的魔物副产品 是必须依靠人类尸体才能制作而成的邪恶罪行 世人眼中善良纯真的艾克赛宫女 背地里却在使用用尸体制成的魔物软膏 而假宫女不单单只有眼睛与布劳恩相向 除软膏外或许还使用了无数魔物副产品 为此女孩必须尽快调查假宫女背后的势力 以防她们造成更大的危害 她拿出匕首割开自己的手指 而后将血液滴在泥土娃娃身上 女孩的血液拥有让魔物副产品失效的能力 赵露西安说的假宫女一个月会使用一次软膏 那时潘德尔尼安与她的未婚夫灰泰英将会来到公爵府 只要到时候让泥土娃娃将血液掺进软膏 假宫女就会在众目睽睽下显露真面目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月 侍女们都因为宫女联姻一事变地忙碌起来 整个府里上上下下洋溢着喜庆 而布劳恩却对这氛围感到恶心 这一个月间宫女每天都要将布劳恩殴打到遍体鳞伤 就连侍女尤利斯也觉得宫女实在太过分 她是来自西帝国的魔法师 所以并没有像东地国人民一样重敬宫女 宫女命令她这个月偷偷地来给布劳恩疗伤 要不是为了钱 尤利斯早就不想干了 而为了避免任务出现差池 布劳恩洋装没事还替假宫女的暴行找理由 这可把尤利斯气得不轻 不过布劳恩其实知道尤利斯对自己很好 她嘴上说是因为埃尔贝利担心才来治疗 但其实她违抗了假宫女的命令 悄悄消除了布劳恩的痛感 女孩不禁觉得有些可笑 好不容易回到艾克塞 最关心她的反倒是这些刚刚认识的朋友 大哥莱里昂就算看到她被打野无动于衷 二哥佩诺克斯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羡慕女孩每天被宫女传唤 而父亲莱瑟更是整天把自己关进塔里连面都见不到 但女孩很快振作起来 再过几天自己的计划就要开始了 晚上塞德尔尼安利用传送魔法回到了宫爵府 为了那个恶心的冒牌货被迫与西帝国协商 她已经够烦了 但好在要不了多久她就会了结掉假宫女 谁知转角她就看到了那头令她作偶的褐色头发 塞德尔尼安瞬间暴怒 一把扯过女孩的手腕 你究竟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到底是谁允许你那么放纵 直到此刻塞德尔尼安才看清 眼前之人并非是那个冒牌货宫女 两个人面对面呆愣了片刻 布劳恩尴尬地询问对方有什么事情 随即塞德尔尼安0.1秒把手抽了回来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女孩早就听说她是艾克塞家唯一讨厌宫女的人 但没想到刚见面就那么的有攻击性 察觉到女孩的目光 塞德尔尼安命令女孩没事就离开这里 女孩简直无语 明明她也盯着我看个不停 况且还是我先来这里的凭什么让我走 望着女孩离去的背影 塞德尔尼安猜测她就是蓝色找来给女儿当替身的侍女 虽然听说假宫女如今每天都在折磨她 但这也不关她的事 只要把假宫女解决后这个女人就会从城里消失了 突然塞德尔尼安察觉到了什么 刚才她看向那名侍女的时候总觉得有股熟悉的记事感 与此同时布劳恩紧张的心砰砰跳 没想到竟会在这个时间遇到潘德尔尼安 每次看到她女孩就会莫名想到小时候的事情 因为曾经的她面对潘德尔尼安时总会觉得自卑 世间一直传闻宝石瞳孔拥有看穿一切事实真相的能力 而自从蓝色收养潘德尔尼安后这个传闻终于重现于世 那时刚从塔里逃出来的女孩还很感兴 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时常会幻想 如果自己也是宝石瞳孔或许就不会被抛弃了 那时的她甚至自暴自弃到想挖坑埋了自己 不过现在女孩已经不是很在意这些了 但她确实很佩服潘德尔尼安做出的成绩 在无法预测航路的时代她就横穿了充满魔物的大海 不仅如此还在重视血统的艾克赛公爵加战胜舆论成为了公爵 虽然这些都不是依靠那双宝石瞳孔做到的 但也足够给人们种下幻想了 而就是这样能力出众的潘德尔尼安 却为了推进这桩不像话的婚事亲自前往西帝国协商 就算东帝国的人都称赞宫女善良可爱 但潘德尔尼安和辉泰英绝不会这么天真 所以女孩认定宫女的婚事只是个借口 他们二人暗地里还达成了某种交易 此时因为潘德尔尼安的擅自离开 一众大臣纷纷向辉泰英大公道歉 辉泰英让他们不必在意 只需要保障之后的行程不会出现差错就行 这个婚姻对她来说是一桩关乎巨大利益的生意 辉泰英翻找一番后 从众多资料中拿出了关于女孩的那份 竟然跑去当了佩里安宫女的侍女 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如果潘德尔尼安回去后见到她的话 一定能察觉到她的特别 到那时她又会做出什么反应 不过说到底这都是些改变不了未来的即兴节目 她终究会让一切回到正轨的 假宫女怎么都没想到 曾经与她同气连织的莱里昂竟会对自己如此陌生 更没想到 她心心念念的联姻一事 竟只是艾克塞家与温德姆家的一次利益交换 为了搞清楚这两个家族间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 女孩发动泥土魔法 悄悄观察起潘德尔尼安的动向 结果却意外发现莱里昂在潘德尔尼安的房间 女孩猜测或许他们没有外界说的那样关系恶劣 随即看到潘德尔尼安的表情 她又很快收回了想法 客套话就别再说了 所以你和那个冒牌货还打算通奸多久 紧接着泥土魔法便断开了 女孩不敢相信她竟然听到了冒牌货这个词 也就是说这俩人都清楚 目前的佩里安宫女是假的 可莱里昂明明知道 为什么还是将她当成是宝贵的妹妹看待 而且照这样看 难不成艾克塞家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宫女的身份了 女孩劝说自己冷静仔细思考起来 首先佩诺克斯知道的可能性非常低 她对假宫女抱有很严重的负罪感 甚至还因此变得颓废消极 父亲莱瑟应该也不知道 否则也没必要刻意威胁绑架她来当女儿的侍女 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二人真相 反而积极推进假宫女与灰泰英的婚事 还是说灰泰英也知道佩里安是个冒牌活 女孩没想到情况竟会这么糟糕 若是温德姆家族与艾克塞家族 在知晓真相的情况下还执意联姻 那将来圣国毫无疑问会因此遭受灾难 这样看来揭穿宫女身份破坏联姻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不过大家应该不知道假宫女还使用了魔物副产品 只要她把这件事曝光出来 就算是埃克塞和温德姆家也逃脱不了责任 另一边潘德尔尼安对莱里安的办事效率很是不满 为什么还没有把真相告诉父亲和佩诺克斯 莱里安解释她不太好说出口 首先佩诺克斯肯定接受不了现实 其次父亲也可以多享受一会女儿回来的喜悦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如果真为他们着想就早点告诉他们真相 你该不会是想再多玩会那个恶心的兄妹游戏吧 文言莱里安露出阴森的笑容 我倒真想能一直玩下去 反正这辈子也见不到那个死去的孩子 这样至少能体验一下她还在的感觉 塞德尔尼安在心中暗骂一声 不过多亏了莱里安安抚冒牌货 这桩婚事才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池 表面上这是一对年轻男女的婚姻 但实际上是埃克塞与温德姆两个家族的联合 这样的方法能避开国家干涉 直接与温德姆一方建立联系 只要忍耐到一切尘埃落定 她就能让那个恶心的冒牌货彻底消失了 与此同时甲公女发现自己的瞳孔恢复了原本的颜色 可她前两天才刚刚涂过软膏 随即甲公女又沾了血 不过疼痛地往自己眼睛上抹去 总算才将瞳孔的颜色变回紫色 而甲公女也很清楚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情绪会变得难以控制 她无助地跪在地上 愿由血泪从眼眶中滑落 为什么偏偏在关键时刻发生这种事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要这样折磨我 就在这世门外响起了莱里昂的声音 甲公女很快整理好仪表打开房门 而后在众目睽睽下扑进莱里昂的怀里 可这次莱里昂却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 感觉有些疑惑甲公女抬起了头 却对上了莱里昂那冰冷刺骨的眼神 甲公女被吓得后退了两步 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还是说我现在的表现不太体面 哥哥应该知道我不太懂贵族礼节 我保证下次不会这样了 谁知莱里昂听后却阴森地笑了起来 老三说让我们别再通奸了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权利 既然是公爵的命令 那我就只能乖乖遵守 甲公女还是头一次见莱里昂这样对自己 她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紧接着莱里昂又上前端起她的下巴 有什么好哭的 你想见的那个人今天就会到了 说吧莱里昂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留下甲公女在原地哭泣 一旁的布劳恩看到后人都傻了 她没想到莱里昂当着众人的面还做得那么干脆 明明前不久还那么疼爱甲公女 此时甲公女看到了布劳恩 一下子她就像找到了一切的罪魁祸首 除了布劳恩其他人都出去 女孩当即明白对方要干嘛了 果不其然甲公女开始在布劳恩的身上肆意发泄怒火 就算女孩哀求认错也无法停下甲公女的动作 自从你来到这个家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女孩心里无语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自己软高涂的太平反导致的副作用 突然甲公女停了下来 女孩还以为她是打累了 谁知下一刻甲公女拿起了一把匕首 只要让你消失就行了 此时的甲公女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先军一发之际潘德尔尼安及时赶到了现场 她蛮横地抓住甲公女的手腕 狠狠把她丢到地上 潘德尔尼安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愤怒 女孩一时间猜不到她来这里的目的 就在这时佩诺克斯后脚也跟了上来 干嘛突然闯进佩里的房间 话音未落佩诺克斯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布劳恩浑身是伤得跪在地上 而佩里安的边上又恰好有一把利人 饶食佩诺克斯也一下子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布劳恩趁机装委屈哭泣起来 看样子你已经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了吧 轻声嘟囔过后潘德尔尼安俯下身子 再怎么样都是我这个垃圾妹妹闯的货 佩里小姐接下来就暂时由我来负责 佩诺克斯听到这个称呼微微一愣 随后潘德尔尼安便将女孩横抱了起来 不顾众多侍女的目光离开了现场 自这次事件后 佩诺克斯总算清楚了甲公女的本性 可他与女孩却很难再回到之前相处的氛围了 潘德尔尼安将女孩直接抱到了床上 女孩一边感谢对方的出手相助 一边心里疑惑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房间的 而且从路上到现在潘德尔尼安一句话也没说过 突然一只大手伸向了女孩 他正要警惕 才发现原来是替他疗伤 接下来潘德尔尼安给女孩上上下下做了个全面的治疗 看得到的伤口我都已经处理了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女孩向他表达了感谢现在已经没事了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发动泥土魔法一看 原来是灰太阴一行人已经到达了公爵府 潘德尔尼安也有所感应 他将目光看向窗外 接下来将是艾克赛与温德姆决定是否能联合的关键时刻 甲公女的联姻对象终于抵达了公爵府 可潘德尔尼安却并没有前去迎接 还无所谓地表示反正该会的晚餐宴上会见到的 女孩没想到潘德尔尼安对灰太阴连这基本的礼仪也懒得做 不过站在盛国的立场 他很乐意看到两家发生矛盾 说着潘德尔尼安要求女孩也要参加宴会 今晚的宴会虽然气氛比较随意自由 可毕竟是为了迎接西帝国贵宾 所以哪怕甲公女犯了错误 她也必须参加 而作为宫女的侍女女孩也有随行的义务 女孩正想着在宴会上揭露甲公女的真面目 谁知下一刻潘德尔尼安的话让她瞬间一惊 你在宴会上没必要因为宫女有压力 因为她马上就会消失了 刚才潘德尔尼安这话的意思是 只要确定两家能正式开始往来宫女就没用了吗 可这么重要的消息为什么要告诉自己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给我疗伤也就算了还把宫女的事告诉我这个侍女 潘德尔尼安迟疑了片刻 因为看到你的脸我总会 女孩有些不明所以 她不是很讨厌这张和宫女一样的脸吗 话还没说完潘德尔尼安便转身离去 别说那些奇怪的话了好好准备晚餐宴吧 潘德尔尼安的反应引起了女孩的不安 难道对方的宝石瞳孔真的能看穿真相 发现自己的身份 女孩劝说自己不要想太多 反正和对方见面的机会渺茫 现在应该先换身衣服参加晚餐宴才对 与此同时贾宫女还在房间内哭泣 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今不仅软膏的药效变弱 就连哥哥们也开始讨厌自己 一名侍女安慰贾宫女在忍耐一段时间 她会负责将贾宫女的功绩汇报给洛克萨尔大人 并且只要能促成婚事 布劳恩的性命也可以全权交给贾宫女处理 所以接下来赶紧去打扮一下迎接灰泰英大人 此刻亲手杀了布劳恩这几个字 已经深深烙印在了贾宫女的脑中 一想到能除掉布劳恩这个臭丫头 贾宫女再也没了方才可怜的表情 取而代之的是近乎疯狂的笑容 到了晚餐宴临近开始的时间 待会女孩就会在宴会上揭露贾宫女的身份 这是那天听到莱里昂与潘德尔尼安谈话后下的决定 这次宴会不仅有灰泰英 还有来自各国的主要人士 正好适合揭穿贾宫女的真面目 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埃尔贝利 看她脸上的表情想必是已经听说了宫女的事 毕竟引发了那么大的骚乱 而且还是公爵亲自送她回来消息传播的快也是理所当然 这个盒子里是什么东西 女孩的声音唤醒了埃尔贝利 因为晚餐宴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身为侍女也必须要参加 宫女说派了一位侍女帮你打扮 但我已经提前帮你准备好了 文言女孩心里顿时有些感动 她在此前通过泥土娃娃已经知道宫女耍了花招 假宫女刻意给她准备了一件和婢女相像的衣服 而埃尔贝利可能是看到后觉得不放心 才主动出钱替女孩买的裙子 明明稍有不慎就会被喜欢的宫女讨厌 但她却为了女孩做到这种程度 与埃尔贝利这份单纯的心意相比 假宫女那些小伎俩造成的烦躁根本算不上什么 随即女孩换上埃尔贝利准备的裙子 怎么样埃尔贝利 我担心这裙子会不会太短了些 埃尔贝利冲上前抱住女孩夸奖她这一身 简直无可挑剔 接着她又在箱子里捣不起了化妆品 准备把布劳恩打扮成宴会上最亮眼的人 女孩看到这一幕心里泛起一丝苦涩 看来埃尔贝利是真的很喜欢宫女 这次宴会结束后她和埃尔贝利也将分道扬镳 正好问问这件让她好奇的事情 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宫女 谁知这个问题瞬间让埃尔贝利面色一变 女孩故意表现得很随意 我只是有些好奇 你甚至只因为我跟宫女长得像就对我那么好 埃尔贝利不打反问 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特别值得尊敬的人 虽然不知道这问题的用意 但女孩还是点了点头 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拯救了她性命的莫莽陛下 还有一个就是曾经为保护她而去世的母亲埃尔利斯 而埃尔利斯同时也是埃尔贝利最尊敬的人 尽管埃尔利斯大人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传闻 但身为当事人的埃尔贝利最清楚不过 这世上没有比埃尔利斯大人更优秀的人了 女孩不由得一愣 记忆中那道已经模糊的身影再次浮现在她的眼前 母亲为了保护女儿依然赴死 十几年后女孩却站在了家族的对立面 而令你还没想到的是 她竟能从别人口中再次听到母亲的消息 记忆中那道朦胧的身影在女孩脑海中又清晰了起来 埃尔利斯在东帝国是所有女性的英雄 不仅为帝国立下血汗攻击 平时也为平民做过不少慈善 但埃尔贝利尊敬埃尔利斯大人不单单是因为这个 他出生的国家在战争中灭亡了 之后那块土地被帝国占有 在新领主的压迫下不少百姓被活活饿死 当时刚刚失去双亲的埃尔贝利根本没有谋生的手段 而就在那时他的救世主出现了 隶属于皇家军队七剑之一的埃尔利斯大人 如太阳般照亮了他的生活 那天鸡肠鹿鹿的埃尔贝利偷走了一块面包 结果被领主安排的警卫们当场发现 就在埃尔贝利闭上眼睛准备任命的时候 目如其来的剑刃砍断了警卫的手臂 对方吃痛后把埃尔贝利扔在了地上 随即一个清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我看你把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这次就特别饶了你 记得感谢我的教诲 说出这话的人便是帝国七剑之一的骑士埃尔利斯 眼看自己的权威受到质疑 领主立马就不乐意了 未经我的允许就敢在这里闹事 你难道忘了这片领地所有权限都已经归我所有了吗 埃尔利斯听后不以为意 这点小事我当然知道 但我一路上却只看到这片领地的乌烟瘴气 说着埃尔利斯再次拔剑 以领地为代驾向领主发起决斗 埃尔贝利心中一惊 再怎么样领主也是这片地区最强的骑士 绝不能因自己让埃尔利斯大人冒险 果然下一刻领主便自信满满地接下了这场决斗 听说埃尔利斯自从生下二胎后就没再参加实战 而自己好歹是在战争中立过功的骑士 正好趁此机会拿下七件的称号 埃尔贝利吓得闭上眼睛 随后便听到了领主的惨叫声 没想到埃尔利斯大人竟只用一击就击败了领主 从那时起埃尔贝利就对埃尔利斯萌生了崇敬之心 不过是一个小喽啰也敢说些大言不惭的话 女孩听后忍不住打断 公爵夫人怎么可能会说这种话 虽然结果是很大快人心没错 但身为埃尔利斯女儿的她从没听说过这些事迹 只是偶尔听人提过埃尔利斯是个豪爽的人 总之之后埃尔利斯大人变成了新的领主 大家的生活也好过了许多 不仅如此埃尔利斯大人还自己出钱给埃尔贝利买了生活必需品和食物 甚至连名字也是埃尔利斯大人给取的 原来当时埃尔贝利为了报答恩情 就送了自己所能找到的食物里最好吃的果实 埃尔利斯毫不客气就把果实吃了个精光 可到后来他才知道 这种果实一般是喂给家畜吃的 以埃尔利斯大人的身份来说绝不可能去碰这种食物 但他还是将那些生涩的果实都吃光了 从那以后埃尔贝利就成了他的名字 女孩还是头一次这么详细的听母亲的故事 虽然与她回忆中有些不同 但能知道母亲是个优秀的人就足够了 所以埃尔贝利只是因为想和埃尔利斯的女儿当朋友 原本以为埃尔利斯大人高贵优秀 就对宫女抱有美好的幻想 却没想到她女儿会是这般模样 在对宫女感到失望以后 埃尔贝利又恰好碰到了和宫女很像的布劳恩 所以才不自觉地想要亲近 提到宫女埃尔贝利顿时又生起一丝愧疚 对不起让你觉得不开心了吧 女孩让她不用在意 她很高兴当时埃尔贝利愿意和她搭话 说着女孩起身准备赴宴 今天她会在所有人面前揭露假宫女的身份 让她的表演彻底落幕 宫女的身份终于遭到拆穿了 今晚无数贵族宾客来到埃克塞宫爵府参加晚餐宴 这里被分成了好几个阶层 阶层的高低代表了身份地位 女孩和埃尔贝利身为宫女的侍女 理所当然只能待在最下面一层 这时女孩听到了尤利斯的声音 转头却发现她的脸肿了一大块 原来尤利斯不久前去找宫女辞职 然后就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 尤利斯也没想到宫女打人会这么疼 但她对取悦宫女这事已经厌倦了 她计划回西帝国找些别的工作 并建议女孩和埃尔贝利要是不想干了可以一起去 女孩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邀请 这时周围响起一阵喧闹声 顺着人群的目光 女孩发现了位于上层的辉泰因和宫女 身为今天宴会的主角辉泰因受人瞩目理所应当 可根据她在学院里的经历看 辉泰因根本是个人品恶劣到极点的人 察觉到视线辉泰因朝女孩这边看了过来 女孩心虚地把头撞回去 却听到了尤利斯不屑的声音 虽然辉泰因看起来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如果就这样联姻宫女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文言女孩心里一惊 尤利斯怎么也知道灰泰因黑暗的一面 就在这时一名侍从叫住了她 佩里小姐灰泰因大公邀请你去最上层 女孩不知道对方叫自己过去有什么目的 但她必须要抓住这个去上层的机会 尤利斯和埃尔贝利见状小声议论起来 为什么是佩里她不是叫布劳恩吗 况且她跟灰泰因大公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女孩来不及和他们两人解释便去往了上层 这里的气氛极其压抑与下层截然不同 可即便如此灰泰因依旧是最显眼的那个 她穿着用昂贵丝绸制成的礼服 戴着一双一尘不染的白色手套 再搭配上她那与生俱来的压迫感 老实说这样的人想不注意都难 这时灰泰因也看到了女孩 她直接抛下面前的宫女 转而和女孩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佩里 这副好人面孔女孩在熟悉不过 在学院时灰泰因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控制别人 女孩一边回应灰泰因的问候 一边用余光偷看宫女的反应 没想到灰泰因会这么正大光明地无视宫女 看样子对方也知道宫女是个冒牌货 否则她应该不会侮辱宫女到这种程度 而就在这时 灰泰因又突然开口 这段时间照顾佩里安宫女照顾得很辛苦吧 女孩顿时愣住了 难不成连自己被虐待的事她也知道 你不是不喜欢被人关注吗 可你又长得和宫女那么像一定会觉得很累吧 一时间众人的目光纷纷汇聚到女孩的身上 女孩赶紧表示长得像宫女是自己的荣幸 再看看宫女的反应 灰泰因故意在大庭广众下说这些难道是为了惹宫女不快 眼看他们二人已经成为众人焦点 灰泰因提议换个地方聊聊 就在这时假宫女终于坐不住了 等一下灰泰因大宫 那孩子确实长得和我很像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资格和您站在一起 她虽然是个侍女但平时只干些粗活 灰泰因不以为意 这就是你阻止我的原因吗 文言假宫女情绪激动地喊了起来 不仅如此她明知道我爱慕灰泰因大宫 却故意狡猾地隐瞒了她跟大宫有交情的事 不等她说完灰泰因便打断了她 你好像误会了什么 站在我的立场上不是佩里像你 而是你长得像佩里 况且这孩子根本没有什么眼力见 肯定压根没看出来你喜欢我这种事 跟宫女不一样 和这孩子做伴我完全不会觉得有损格调 既然这样我先告辞了 谁知下一刻宫女不顾形象地朝两人发出呐喊 你们两个既然是同窗 凭什么能那么亲密 你难道不知道她在学院里做过些什么吗 她在学院里对别人使用暴力差点退学 把这种贱人留在身边大宫的风评也会有所下降 没想到在这种时候宫女会说这些 看样子魔物妇产品已经让她癫狂到无法做出判断 文言灰泰因停住了脚步 假宫女心里刚生起一丝窃喜 然而灰泰因的下一句话又让她如坠冰枯 那件事是佩里为了保护我才发生的 希望你不要随意智慧 说着灰泰因便丢下假宫女扬长而去 两人随后来到了一个单人包厢 女孩不解为什么灰泰因要刻意撒谎 她差点被退学根本不是因为这件事 灰泰因只是笑笑没有回答 相反她也有件事想问问女孩 为什么艾克塞家族当初会收养潘德尔尼安 看女孩的反应像什么都不知道 灰泰因便没了聊下去的欲望 临走前她提醒女孩可以去问问对方 只要是你的问题 潘德尔尼安一定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你 女孩脑海中满是困惑 曾经她也好奇过这件事 但不管怎么调查都查不到原因 既然这样灰泰因凭什么认定 对方会把这样的机密告诉我一个侍女 虽说如此女孩还是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她刚打算追出去问问灰泰因究竟怎么回事 谁知假宫女却突然出现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跟灰泰因睡了吗 此时她的瞳孔已经失去焦点彻底陷入癫狂 明明脸长得跟我一样 是用身体勾引灰泰因的吗 女孩大声澄清自己和灰泰因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做的目的是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可假宫女当着众人的面 更加用力地掐住女孩的手腕 而这正好是女孩实施计划的绝佳时机 在她的眼神是一下几个侍女纷纷围了上来 她们递上一个杯子劝宫女冷静 在宫女把水喝下的那一瞬间 女孩的计划就已经成功了 刚才那些递水的侍女是她们胜过情报部的要员 而水里则是掺了女孩的唾液 只要宫女喝下 持续使用魔物副产品已经扮魔物化的宫女 就会露出真面目 并且西帝国带来的灵兽也会朝假宫女发起攻击 眼看灵兽突然发作一众贵族下的四处逃窜 佩诺克斯和父亲莱瑟来到上层维持秩序 却发现灵兽的目标竟然是宫女 就在灵兽向宫女发起攻击的瞬间 女孩站了出来挡在宫女的身前 只一瞬间灵兽就贯穿了女孩的身体 这是女孩计划中的最后一步 一旦宫女身上沾染了自己的血液 她的魔物化就会加速暴露在世人面前 这样任何势力都无法掩盖世事真相 而且她宫女侍女的身份以后就消失了 女孩就能返回圣国继续生活 最后艾克赛家被冒牌假宫女欺骗的事也真相大白 艾克赛也不会被人构陷与魔物复产品有勾结 可就在女孩以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圆满结束时 潘德尔尼安却因她的受伤第一次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既相处的女儿在眼前变成魔物 莱瑟公爵只觉得天窦塔了 身为东帝国最伟大的艾克赛家族继承人 莱瑟一直坚信自己拥有无可挑剔的完美人生 直到26年前的那天 妻子淡下那个褐色头发婴儿的那一刻一切都变了 这是艾克赛家族血统绝不可能会出现的发色 莱瑟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妻子竟会背叛自己 她想知道究竟为什么 可当莱瑟指出孩子的褐色头发时 她并没有听到妻子的忏悔和道歉 艾尔丽丝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继续炫耀着自己的女儿 甚至主动将孩子递给莱瑟让她抱抱 莱瑟以为妻子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只要这孩子活在世上一天 人们就会对她的不道德指指点点 连带着莱里昂和佩诺克斯的声誉也会有瑕疵 那一刻莱瑟恨不得当场解决掉这个孩子 然后再追究艾尔丽丝的责任 可那样做会让她永远失去深爱的妻子 最终莱瑟选择包庇这个孩子 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口承认孩子的身份 她宁愿假装不知道妻子的阴暗面 也不想让妻子离自己而去 为此她甚至假装爱女儿更甚于爱自己的两个儿子 让所有人都不敢指摘这孩子的发色 她对埃尔丽丝说这孩子由她亲自照顾 为的就是让妻子看到自己照顾孩子做出的牺牲 看到她为了妻子的名誉和体面 仍旧疼爱别人家孩子的画面 然而当小宫女喊她爸爸的那一刻 莱瑟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接纳了她 后来莱瑟更加尽心尽力地照顾小宫女 并将府里拿小宫女发色做文章的人统统解决 这个家看起来慢慢变得和睦 但暗地里裂痕却在逐渐扩大 之后小宫女到了学见的年纪 那时莱瑟心里仍道有一丝侥幸 毕竟妻子埃尔丽丝也有用剑的天赋 哪怕比不上两个哥哥 只要能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才能 她就能压下众人对小宫女的非议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别说是艾克赛加特有的锐气 小宫女连一点建树的才华都没能继承 那一刻莱瑟彻底意识到佩里不是自己的孩子 但她并不会改变宫女是自己女儿的事实 直到她知道妻子遇害的那天 在莱瑟眼中妻子一直是个实力强大的人 不可能会这么简单死于刺客袭击 所以她一定是为了保护佩里而死 后来一个自称是佩里父亲的人上门 并揭露了佩里不是艾克赛加血脉的事 无奈之下莱瑟将佩里赶进了塔里 那座塔是专门为了研究魔物而建造 里面有着帝国最尖端的魔法设备 并且为了吸引人才配备了许多豪华的日常设施 莱瑟在心里告诉自己 就算是妻子欺骗了她 能做到这份上已经足够了 只要等那孩子成年 她就会想别的办法让她回到家里 虽然这段时间的离别让人痛苦 但她坚信等佩里回来以后 她会将一切都弥补回来 然而等莱瑟来到塔里的那一刻 她才知道自己错了 此时女孩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刚起床她就听到了莱瑟的声音 女孩立马洋装震惊的模样 关心宫女的安危 在你晕倒后 那个魔物就被骑士关进了监狱 从那天到现在你已经昏迷了十天 另外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沉默 你为了终于甘愿奉上生命 所以该轮到我回报你了 你想要什么东西 女孩唯一的愿望就是阻止两个帝国结盟 这也是她潜入公爵府 揭穿公女身份的目的 但潘德尔尼安很显然就是利用这点才进行的结盟 就算如今假公女身份暴露 他们势必也会想其他办法联手 想到这里女孩决定赌一赌 她诚恳地跪坐在床上 希望您能阻止潘德尔尼安公爵 与灰泰英大公继续勾结 还有保障我们圣国的贸易自主权 莱瑟被这自不量力的要求整效了 这种程度的愿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但既然是我承诺过会满足你的所有要求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女孩有些难以置信 对方竟连这么荒谬的要求都会答应 就在莱瑟准备离开时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身叮嘱女孩离灰泰英远点 虽然她外表是个恭敬有礼的男人 但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单纯 这是我这个有女儿的长辈对你的忠告 听到女儿这个词女孩微微一愣 她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宫女的发色明明和您不一样 也不是艾克赛家的血脉 那为什么您还要坚持寻找宫女 说不定她已经去世了 蓝色足足沉没了数秒 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现在说什么血脉已经不重要了 还有那孩子一定还活着 因为我还没看到过她的尸体 女孩心里觉得有些可笑 说得那么好听 明明连自己真正的血脉都认不出来 往常一样用魔法和眉络开玩笑 然后一不小心把能力耗尽了 谁知她原本褐色的头发 只一瞬间就变成了黑发 看到自己的发色女孩有些哽咽 她想起了那个为保护她去世的母亲 曾经她对母亲的爱理也夹杂了埋怨 在塔里煎熬的日子里 她时常怀疑母亲是否真的出轨 女孩委屈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母亲摧毁 直到黑发显现的一瞬间 她才知道母亲原来是被冤枉的 后来女孩也搞清楚了头发变色的原因 只要她耗尽能力就会变成黑色 而力量恢复后又会变成褐色 女孩本想找陛下询问原因 在她眼里陛下无所不能无所不小 但她最后还是将疑问埋进了肚子 她害怕陛下以为自己对艾克塞家还有留恋 之后女孩也想清楚艾克塞和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 毕竟要是父亲一开始就信任母亲 等到她学会掌握力量的时候就能真相大白了 所以她现在也没必要去体谅父亲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被灵兽攻击时 是什么人什么目的把她救下 记得那时候潘德尔尼安跑向了自己 就在女孩思索之际 潘德尔尼安走进了房间 女孩惊得立马起身 公爵有什么事情 对方脸上写满了愤怒 为什么要保护宫女 女孩迟疑了片刻 因为保护宫女是我的工作 我也不知道对方是冒牌货 一听这话潘德尔尼安更气了 就算她是真的宫女 难道就是你替她去死的理由 为了一个一直欺负虐待你的人冲出去送死 这正常吗 之前我就觉得你对待宫女的态度很奇怪 但通过那件事我确定了 你是来艾克塞家族的间谍吧 你的间谍身份竟然被发现了 在潘德尔尼安的逼问下 女孩慌乱地不知道该如何辩解 见此情形 潘德尔尼安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是西帝国派你来的吧 这一下把女孩彻底搞糊涂了 怎么又突然扯到了西帝国 原来潘德尔尼安在宴会上 看到了她和灰太阴交谈的画面 女孩冷静下来表示 自己真的和对方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配合对方打的招呼而已 看女孩的眼神不像撒谎 也没感受到脉搏和体温的变化 潘德尔尼安姑且相信了女孩的说辞 但从西帝国毕业仪式看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既然这样你和灰太阴在包厢里 都说了些什么 女孩浑身一颤 难不成她以为自己 泄露了艾克塞家的情报 当时灰太阴说过 不论自己问什么 潘德尔尼安都会回答 如今为了打消她的一律女孩 只好说出实情 我们聊了关于公爵 为什么会被领养的事情 看她的表情 我可以告诉你真相 我是因为宫女才被艾克塞家领养的 听到这个答案 女孩满脸的不敢置信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我是为了让宫女 继承艾克塞家族而准备的棋子 也就是说 我是作为宫女的未婚夫 被领养进这个家的 一下子佩里多年的疑虑都解开了 怪不得重视血脉的艾克塞公爵 会领养毫无血缘关系的潘德尔尼安 可这样的做法 对潘德尔尼安来说 是不是太不宫廷了 就在女孩担忧之际 潘德尔尼安开口 公爵也苦口婆心地劝过 我可以去过自己的人生 但既然我进了艾克塞公爵府 那我势必要让一切都变得如我所愿 所以你也不用想着安慰我 因为我真的觉得无所谓 佩里被潘德尔尼安的话折服了 这份自信的态度 让她觉得望尘莫及 同时她也有些庆幸 要是潘德尔尼安一蹶不振 说不定自己还会觉得愧疚 可是公爵为什么要将这些 告诉我一个侍女呢 潘德尔尼安不屑一笑 就算告诉你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如果消息传出去 我就解决掉你再澄清谣言就行了 但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原因 或许是我想透过你怀念佩里安宫女 女孩觉得有些奇怪 公爵应该没见过真宫女才对吧 在得知潘德尔尼安小时候 曾见过自己时 女孩惊得瞳孔一阵 她根本不记得见过潘德尔尼安 就在这时一名侍从 闯进来汇报地下监狱探讨 那个被关押的闹牌货 如今也不知所踪 闻言潘德尔尼安立马跑了出去 然而弄他监狱的罪魁祸首 此时却后悔了 谁能想到他和潘德尔尼安 会聊这么重要的事情 与此同时 甲公女刚刚从昏迷中苏醒 一阵惊恶过后 她突然笑了起来 一定是组织的人来救我了 本来事情搞砸 还有些不安 但好在我和那些 用一次纠正的家伙不一样 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 甲公女激动地转头看去 然而看清来人后 她脸上布满了惊恐 对方竟是那个 害她沦落至此的 罪魁祸首布劳恩 她惊慌地质问 对方究竟是什么身份 佩里冷冷一笑 然后说出了甲公女的真实名字 塞西小姐不用觉得紧张 现在容我做个自我介绍 我的真名叫做佩里安艾克赛 看到那头五彩斑斓的黑发 甲公女心咯噔了一下 这位一直认她欺负凌辱的侍女 竟然是艾克赛家的真千金 她试图通过大喊大叫的方式 给自己增加底气 真的公女早就已经死了 况且她是个连家族血脉 都没能继承的私生子 所以我才会乔装成 这一头褐色头发 佩里懒得和她继续争辩 我来这里是希望你能协助我 文言甲公女让她想都不要想 哪怕是为了确认 她有没有泄露秘密 组织也一定会派人来找自己的 而且你还愚蠢地暴露了 自己是真公女的事实 只要我把消息传出去 他们一定会保证我的安全 果然和佩里想的一样 甲公女背后 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幕后组织 听到甲公女还在大放厥词 佩里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随手打了个响纸上面 就掉下来一堆黑衣人 塞西小姐信任的组织 就是指这些人吗 再说了你也不想像 我为什么敢揭开秘密 这里是距离地面500米的人造洞穴 无论是谁也就不了你 既然你听到了秘密 那就请你去死好了 说着女孩施展起了泥土魔法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洞穴 发生剧烈的晃动 直到此时甲公女才知道 原来这女人是导致监狱 到圣国就算任务完成了 但在那之前 她还要在甲公女身上找一个东西 传说中能改变相貌的神器 要是让帽牌货带着 她随时能改变样貌逃走 因为女孩本就能自由改变身体 所以这玩意对她来说没什么用 但说不定对陛下和梅洛有帮助 就在这时神器上的光芒 钻进了女孩的身体 接着神器就咔嚓一下碎了 女孩顿时慌了 难道是自己不小心给她弄坏了 索性把盖子盖上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反正梅洛会自己看着办的 最后便是女孩与艾克塞加 做个了结的时候 自从假宫女的身份暴露 佩诺克斯又开始自暴自弃 就连原本就知道 宫女是冒牌货的莱里昂 也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甚至找到女孩 邀请她继续留在这里 充当他们的心灵未解 因为模仿我妹妹的冒牌货 已经被逮捕 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填补这个位置 既然你长着和我妹妹一模一样的脸 那就留在这里 让我们能继续追忆那个死去的孩子 明明莱里昂已经认定宫女死了 却仍执意要把她当成 网偶一样留在身边 佩里一气之下表示 你需要的不是像妹妹一样的我 而是能治你精神病的医生 莱里昂听后出乎意料的 进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反倒是叮嘱女孩 佩里是个温柔的孩子 希望你以后的行为举止 能参考这一点 看她这样显然是 没把女孩的话听进去 那我就先走了 祝你身体健康 离开房间女孩 被哥哥们的废物一样 搞得很烦躁 既然是他们抛弃了自己 那更应该活得好才对 如今陛下交代 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剩下艾克赛加的一切 都与她无关 毕竟她也是经历时间 才慢慢摆脱了依恋 最后女孩准备 去和埃尔贝利他们告个别 一见到女孩埃尔贝利 就激动得不行 上上下下看了个便 关心她还有没有哪里受伤 如今她和尤利斯 都已经正式提交了辞职申请 并且还得到了 一笔丰厚的离职金 有了这笔钱 她甚至可以躺平一辈子了 这时女孩有了 招纳埃尔贝利的想法 不过没等她说出口 尤利斯就表示 埃尔贝利已经收到了 骑士团的感染症 女孩意识到自己的鲁莽 埃尔贝利本就是一个 能力出众的骑士 要是把埃尔贝利 捆绑在圣国这种小地方 反倒会觉得对不起她 但不管埃尔贝利 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女孩都真心希望 她能变得幸福 随即尤利斯也问起了 培里的打算 虽然没了宫女 但其实留在这里工作 也是不错的 女孩假装思考了一回 而后表示自己 也已经决定要辞职了 谁知这话恰好 又被路过的培诺克斯听到